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2-3 它应该是债券的投资 12-4 是股票的投资 我们很快看一下这两个例子 那就是把股票跟债券投资 就是跟大家复习一下了 这个B公司呢 它买了M公司 这个买了70 那没有特别讲 应该是指它70张 这个M公司年利率9% 10年期面额1000块的债券 在2017年的1月1号 好 那这个债券呢 它每一年在1月1号复利息 那在2018年的1月1号 好 当它收到利息之后呢 那B公司卖掉它手中 好 就是它买了70张 卖掉了40张的债券 然后呢 卖价是40,300 好 我们现在先看一下 第430页 430还是630页 对不起 630页 的Exercise 12-3 好 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例子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子 从头到尾我们做一次给大家看一下 就说 那我们来做这个交易 跟这个债券有关的相关的资料 好 所有的交易哦 所以从它买2017年的1月1号买 然后买了70张 然后每一张买的债券的面额是1000块 但是它没有告诉我 它买价是多少 好 所以我们就当作它用平价去购买 就是说它1000块 它就是花1000块的金额去买 它面值1000块就花1000块去买 所以呢 我们可以先借 做的分录在2017年的1月1号 它先做这个投资 好 所以我们可以先写 像 比如我们要向课本上写好了 Debt Investment 好 我是比照课本写的会计分录 好 它的用的科目 好 那这个金额呢 70张每一张是1000块 所以是7万块 Credit Cash 好 它没有告诉我 我就是用现金 其实你要有基本上一个概念 它没有告诉你说 它有没有付钱 它没有特别讲它没付钱 就当作它付钱了 那我说了 它没有告诉你年度结束日是哪一天 我们都假定 尤其在课本上面 我们都假定 它年度结束日就是12月31号 除非它另外有告诉你 它的会计期间结束日不一样 然后再来 它如果没告诉你 这个9%就是指年利率 如果不是年利率 它会告诉你 这是半年利率 记利率或月息 它一定会告诉你 它的利率的计算的期间 所以如果它没有给你这些额外的资料 就是年利率 所以我说当你在看课本上面的资料的时候 你要有一个概念 就是它没有特别告诉你什么事情 没有特别去跟你指定什么的状况的话 利率就是年利率 报导期间结束日就是12月31号 好 这个大家先有概念 然后另外呢 如果告诉你Net Income 好 尤其你到了中块 因为上次中块考试的时候同学就问我说 我考一个题目里面就告诉你 尽力是多少 这个尽力是指什么 好 没有特别告诉你 Net Income 都是 After Tax 都是税后的 如果没有告诉你 这Net Income 是指税前或税后 请你记得 它一定都是税后 我们现在讲的尽力一定是指税后 如果它给你的资料会是税前的 它一定会特别告诉你 这是税前净利 所以如果没有特别指定 它只告诉你Net Income 它就是属于税后净利 好 所以这个基本上面 题目上面的理解 或者是你未来看报章杂志 如果这个作者或者是笔者 它够清楚的话 它如果写净利 它一定是要指税后净利 如果没有特别指定 它没有特别指定 它一定是指税后 那如果它是指 它讲的是税前 它一定要特别的声明 它是税前净利 好 所以这个基本上你要先了解 所以这个例子 它没告诉我 它有没有付钱 它没有告诉我 它面额买的是1000块的公司债 它买了70张 它没有告诉我 它有没有溢价或折价 我就认为它是平价购买 所以面额1000块 它就是付1000块去买 好 然后没有讲 它有没有付现金 那当然就没有讲说 它没付钱 没有收账 那就是直接带现金了 好 就付现金出去了 然后再来呢 每一年的1月1号 它会付利息 请你记得 我会讲那么长 就要告诉你哦 2017年的12月31号 你就要去做什么 调整 好 我没有告诉你年底哦 可是它题目上面告诉你说 请你做有关于上述 有关于这个债券的交易的叙述的相关分录 所以你自己要去意识到 我买当然要记录 那它付利息 我收到钱当然要记录 可是2018年它每年年初才付利息啊 我年度结束日 自己没告诉你年度结束日是12月31号 但是你自己就要去理解 我刚刚就讲了 没有特别告诉你 它的年度结束日是什么时候 就是指12月31号 所以它没告诉我 2017年要你做期末调整 你自己要去做 好 因为年度结束日就是12月31号 所以这个概念 基本上的概念要留着 这一定要有这个概念存在 所以我承认利息收入 但是你收到现金了吗 还没 好 我承认收入的时候是在代方 interest revenue 但是我还没收到钱 所以我什么 interest receivable 应收利息 因为我还没收到钱 好 那我的金额怎么算 你看 因为它告诉我利率是9% 所以呢 我的金额就是7万 乘上9% 所以是多少 对不起 我没带计算机出来 但是少两个零 就是6300 好 所以呢 是借 应收利息 带利息收入6300 好 2018年 因为每年的1月1号会收到利息 所以我会借现金 6300 带应收利息 interest receivable 好 同时 他这一天呢 他说收到利息之后 他利息卖掉了 他卖掉了40张 好 那40张他收到多少现金 他已经告诉你了 他卖掉呢 卖的金额是40300 那一样啊 他没告诉你说对方设账 所以呢 我一定是立即收到现金 所以我是debit cash 40300 但是我的债券投资 一张是1000块 40张就4万块而已 我原先入账的成本就什么 debt investment 债券投资 我当时我买进来一张就1000块 40张就4万 但是我卖价大于我的成本啊 所以我产生什么 出售利益 好 写不下去了 Gain of self-debt investment 叫做债券投资出售利益 或出售债券投资利益 300块 很简单吧 好 但是几个点 你要记得12月31号 你要做调整 因为你做了这个调整 所以下个年度你收到利息的时候 收到钱的时候叫做 应收利息的收限 所以代记应收利息 好 这是 这一题 Exercise 12-3的例子 好 所以出块里面呢 其实所有的 啊 资料都没有很复杂的去计算 因为从资料里面 你大概就可以 就是靠你怎么分路怎么写 那你的概念把它建立起来 好 那中块我说了 真的它的计算就很多 而且比较复杂 好 那我们看了一个债券投资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另外一个例子好了 好 有同学刚进来 可能 好 让他们这个 沉淀一下 好 所以我们接下来看一下Exercise 12-4 这个12-3是债券 12-4就是指股票投资了 好 所以你看一下 12-4呢 他说D公司呢 他有下列的交易 好 然后再来呢 他第一个2月1号 他买了600普通股 好 哪一家公司的股票呢 R公司的股票 花了6200块 好 那第一个我们先看一下 他的instruction 他要我们做什么呢 就是做上面的交易的分路 所以2月1号 我买了600股的普通股 那花了6200 所以呢 我们就根据那个日期写就好了 好 因为他要我们 第一个 第一个要我们做的是他的 头 那个上述的交易分路嘛 所以2月1号 我买600股 花了6200 所以我可以写什么 比照上面的写法 share share investment 股票 股票 投资 6200块 一样 没告诉我 还没付钱 好 有没有付钱 我就当做他已经付现金了 6200 这是2月1号的分路 好 那再来 7月1号 我收到了现金股利 每股1块钱 是R公司发放的普通股的股利 所以呢 7月 还是6月 好 7月1号 他呢 收到了现金股利 因为他是持股 他后面夸股告诉你2% 意思是什么 他对这家公司是没有什么影响力 根本不用说控制力 因为只有持有2% 2%根本就没有什么影响力 所以他这个投资的目的 只是闲置资金的运用 好 600股 一股 一块钱 所以是拿到600块 代方呢 dividend revenue 股利收入 好 这是他收到了现金股利 请你记得 我们收到现金 我收利息的时候要算时间多长 我的时间有多长 好 因为利息是固定的 但是我鼓励的时候 你不要说他2月1号拿到的啊 那我们是在算全年度他有多少比例 没有 当我在发放股票鼓励的时候 我是针对 我现在发放的时候的股东是谁 然后我就发放给他多少 我很有可能 他7月1号发放我是6月30号买到的 可以啊 我6月30号买到这个股票 他发放股利就发放给我了 好 当然 实物上面来讲 你的 除全日到你的发放日一定有一定的时间啊 不会刚好隔天啊 只是我只是形容说 我不管你什么时候持有的 反正我就根据我的股东 我的股东名册去发放股利 所以他跟利息不一样 利息你要看你持有多久 来承认利息收入 但是你受到鼓励的时候 不用去管你持有多久 你只要在发放日之前 你持有这家公司的股票 他就根据股东名册去发放股利 好 那当然你发放现金股利 其实在股价上面来讲是有影响 除息 好 他就会从他的市价直接减下来了 好 但是 我们是在我们的交易分路上面 只要你是闲置之间运用的话 你就直接带记你的股利收入就可以了 好 这是7月1号发生的 那再来呢 9月1号的时候呢 他卖掉了300股 然后呢 他的价格就收到了4300 所以9月1号嘛 好 9月1号他卖掉了300股 卖掉他拿到了4300 所以借现金 一样去看一下 你原来投资所用的科目是什么 好 如果你写stock investment 后面记得你这边叫stock investment 我前面写share investment 所以我后面就跟着这样写 所以会计科目呢 你不要前后不移植 那你这样子的话 你在做 过账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过到哪里去了 好 4300 那我们去想想看 我买6000股 600股的时候是6200 表示什么 我一股是多少钱 600股的时候 前面一开始我买600股 是6200 不要 因为我刚好卖掉300股 就出一半好了 所以等于说呢 那我原先买进来的价格 只有3100 对不起 这边错了 好 不能造型 我这边600股的卖掉一半 所以我的成本是3100 所以我一样会有什么 出售利益 好 这个应该够长吧 investment 好 最比较出来呢 我有什么 1200块的出售利益 好 就这样而已 当然如果我卖价低于成本 我就承认出售损失 好 当然你要记得损失 就是发生在解方 好 再来看一下呢 12月1号 好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呢 是 他呢收到了 12月1号又收到现金股利 每股是1块钱 好 那我现在看呢 12月的时候呢 我剩下300股而已啊 所以我是借现金 300股每股1块钱 所以借现金300块 那股利收入300块 赖股利收入300块 Dividends 就这样 好 那因为他没有告诉我12月31号的资料 因为照理说呢 如果我是12月31号有给你 他的这个MR公司的市价 你要做成本 应该说公允价值法的调整 这个例子因为没有 给你期末的价格 所以你就做这样的交易分路就可以了 好 好 这样没有什么问题 好 那请问一下 第二小题 他问你 好 请一下以兴 可不可以告诉我 好换了一下品轩 好了 好 因为前面看 大家都在看 不是课本的东西 我想让大家能够专注一下 好 那品轩你告诉我一下 第二小题他问的问题 因为都是愤怒都写在上面咯 所以是不是可以回答一下第二小题的问题 好第二小题问的是什么 可以告诉我一下吗 先不用告诉我答案没关系 但是你告诉我第二小题在问什么 好 第二小题在问什么 实际上不是认为一座 这就 begins 它应该是用对外的招数 这个顶像是一个地区 的主要用的 这也正确的 点发生 它现在有个大手 还不得更多 用对手 教育的 它处为 地ền 手 或者 因为 刚才 有 好 工 好,他问你 在你的损益表上面承认的 鼓励收入有多少 你出售利益有多少 那你可以告诉我吗 鼓励收入跟出售损益 我都写在上面了 鼓励收入 好,没错 鼓励收入900 在这里 Dividend Revenue 600,Dividend Revenue 300,所以加起来是900 那出售损益呢 你一定可以找得到 我自己写得很大 没错,就这个 好,所以损益表上面 我承认的鼓励收入900 出售股权投资的利益有1200 好,所以是不是 答案就直接在上面就可以看得到了 好,这是Exercise 12支3跟12支4 我们举股票投资跟债券投资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另外一个例子 它其实是比较深入一点 比较在进阶一点点的 因为我们说了其实这个例子里头 其实都没有告诉我说 它期末要调整的事情 那我们看一下Exercise 12支10 好,12月31号 2017年,然后这个年度结束日呢 有关于Trading Security 就是G公司 它有三笔的Trading Securities 那这个公司的名称就是A,B,C 它买的成本分别是17500 一万两千五百跟两万三 公允价值分别是A是16000 B是14000 然后C呢是19000 好,这是它给你的资料 在2017年10月31号 有关于Trading Security 它有三家的公司的投资 分别的成本跟公允价值都给你了 好,那你做什么事情呢? 看一下Instructions 好,这样请你做呢 2017年有关于这个调整 好,有关于这个报导的时候呢 我的Security要A,Fair Value 依它的公允价值 要反映在它的财务报表上面 所以你请我做调整 因为成本是五万三 好,因为从它的资料给我们可以看到 而它的Fair Value只有多少? 四万九 好,那所以我们的比 我们的比较 在我们在做调整的时候 我们的比较方式有所谓的 By Item By Category By Total 就是逐项比较 分类比较跟总的比较 那因为这个投资呢 对于一般来讲 对一般的公司来讲 它不是非常重大的一个资产科目 也就是说 因为我们说是闲置资金的运用 所以它第一个持有的时间不会太长 第二个 它投资金额不会太大 所以基于这种不是对公司来讲 它的影响层面没有很大的 所以我们的科目 我们的比较方式会采取的是 By Total 比较多 叫总额比较法 也就是说我的总成本五万三 跟总市价四万九 去做比较 来决定我的损益 好 所以呢 那By Item呢 就A公司的成本 跟A公司的公允价值 哪一个比较低 然后B公司的成本 B公司的公允价值 好 那如果By Category By总类 也就是说 我是股权 我是债券投资 把它分类 好 有这几种方式啦 那总额比较法之下 所承认的 损益会最小 好 尤其是损失会最小 好 这是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概念 好 那这个例子里面呢 我们其实就很简单 是把它的成本 总成本五万三 跟总市价四万九 来做比较 好 所以呢 12之10 所以呢 12月31号 2017年的12月31号 它是持有损 未实现的持有损失 还是利益 先告诉我这件事情 损失 损失多少 疑心可以 好疑心 吃完了嘛 好 好换个 换疑心 那个疑心好了 不要一直 一直让品轩很紧张 它这样细胞会死很多个 好 那疑心可以告诉我一下 它的损失是多少吗 对嘛 不要怪我问你这么幼稚的问题 我只想让大家能够专注一下我们在讲什么就好了 好 好 所以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现在是产生的是 这个损失 因为账上的成本有万三 而它的功领价值只有四万九 所以我有一个什么 unrealized 方 就是什么 adjustment for fair value 四千 好 所以这个科目 当然毫无疑问的 它是个什么 它是放在资产不在表的科目里面 好 而且呢 因为它是trading 我们上次有稍微提到 如果你是non-trading的时候 那你如果是non-trading 你的未实现损益也是放在损益表 但是它放的位置比较特别 它放的位置是不影响每股盈余的计算 它放在损益表的位置 我们叫做其他综合损益 好 尤其到了你学中科来的时候 一定会告诉你 这个损益表会长什么样子 而不是我们现在出货来所看到的样子而已 如果大公司 你上去看一看 台积电的那个损益表 你可以发现它一定不是叫做什么 income statement而已 它叫做comprehensive income statement 叫综合损益表 那它上面就 本期损益的底下 当期损益底下 它会有其他综合损益 最后会得到本期综合损益 好 所以你有兴趣去看一看公司的报表 如果公司大一点点 它就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报表的形态 所以如果你是non-trading 不是交易目的的 那你一样要做公允价值法的评价 这些评价出来放在损益表的位置 就不是放在我的net income 就是不会影响当期的net income 而是会影响当期的comprehensive income 综合损益 综合损益就不影响我的什么 美股盈余的计算 好 我们记得第11章我们在讲 美股盈余的计算 好 那这个科目当然跟在什么 跟在我们的trading security 像这个例子里面 它的成本53000 那因为这个科目是跟在这个资产的科目底下 它又放在带方 所以它当然是一个减项了 所以53000减到4000 所以就反映出它的公允价值有49000 好 这是我们在上个礼拜有讲到的 好 第一个小题呢 要我们去做2017年 好 期末的调整 好 2017年的12月31号 期末的调整 好 那再来这一个小题应该就是要提的是 问你说我放在损益表的什么位置了 那所以我刚刚讲了 这个是放在损益表 而且它会影响 内income 当期损益 好 内income就是当期损益 那这个呢 是放在什么 它的资产负债表 跟在我的什么 trading security的底下 好 trading security是一个资产性质的科目 那我这个放在它的底下 因为它在带方 所以就是减 好 所以第二小题只是要问这个问题而已 好 这是跟大家先复习一下 好 我们上个礼拜所讲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不过呢 既然课本 这个章节里面 课本讲的已经不多了 但是呢 我想我们还是要把它 不多的地方 情况之下 我还是要把它做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交代 就是有关于合并的问题 稍微提一下合并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课本上面给我们的例子 直接用它的例子来解释 可能会比较快一点 好 我们课本上面的例子 其实上个礼拜应该还没有看到的 课本上写的 trading跟non-trading的 我带大家看一下好了 再来看 所谓的合并的问题 好 我们上个礼拜只有讲 但是没有带大家看这个课本上面的内容 所以我们看一下呢 请你看一下呢 在我们的610页 好 第一开始的 有吧 好 应该我上今天有看 跟大家看 带大家看过才对 感觉上很熟悉 610页 12月31号 如何 它是trading 你可以看一下呢 我的公允价值是14万7千 而我的成本就是14万 所以我有个什么 未实现利益 请你看下面的一个分路 fair value adjustment 好 那我是adjustment for fair value 也可以 好 那是trading了 7千 但是你后面看一下 unrealized gain 这个呢 未实现利益 它dash income 它不是个分类账 请你记得 这边给你个dash 告诉你是 它当期损益的影响 所以它告诉你是 income是指当期损益 会影响7千块 好 那再来你可以看一下呢 下一个年度 好 这是2017年做的 到了2018年 它呢 买进来 因为它既然是trading 表示它就是不断的交易 那这个科目呢 我们的这个fair fair value adjustment 会每一年年底 再去做调整 那到了年底的时候呢 你可以看一下呢 我的成本12万 公允价值15万 对啊 我上次应该讲过了 所以我的损失 就是账上的成本 比我的公允价值还多 就要承认5千块的损失 但是我在调整的时候 要先把上个年度 已经移转过来 就是 这个有截转下来 这个科目要先冲掉 所以我要承认的是 1万2千块的调整 好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611页 我是不是承认 未实现的损失有1万2千 代季 fair value adjustment 1万2千 你想 不是损失5千块而已吗 为什么要承认1万2千呢 因为这个科目 它会跟着什么 跟着移转 截转到下一个年度 所以2018年 我要把这个科目的 代方冲掉 对不起 这个应该是我课本上面的 那个练习的 课本上面是 我原来是不是有一个 fair value在借方 fair value adjustment在借方 我要把它调整为代方 所以代方要5千块 所以我要把原来的 借方的7千块冲掉 再承认5千块 所以一共要承认的 未实现损失1万2千 代季 公允价值调整 1万2千 好这是我们上个礼拜 也有看到的 那么接下来看一下 611页讲到non-trading的 好non-trading呢 你可以看 如果我买进来 它不是 我对这个公司呢 没有什么影响 也没有控制力 我去买这家公司的 我去做这个投资 也是我闲置资金的运用而已 那所以看一下2017年 它non-trading呢 成本是293537 那公允价值有284千 所以它承认9537的损失 好那你可以看 它的分度跟它写法很像 因为它这损失是unrealized loss 请你注意看一下呢 它有一个dash 好equity 它说呢放在equity 其实除了讲它放在equity之外 它其实会放在其他综合损益里面 好 那代方fair value adjustment 好那它是放在什么 non-trading security的底下去调整它 那一样的概念哦 下个年度 一样它去做 这个尤其是fair value adjustment 它会下个年度再继续做什么 评估 只要它还没有卖掉之前 它还会继续的存在在它的一个 就是它没有整个结束它的 所谓的non-trading 这个投资的情况之下 它还是会有这个科目存在 那所以期末再去做调整 好 那所以呢 后面就有告诉你哦 请你看一下612页 它告诉你这个9537 好 612页它是不是给你一个 comprehensive income statement 好 这一家公司的综合损益表 好请你看一下呢 它是不是上面写个net income 126200 后面它才把unrealized lows non-trading security的9537 放上来 它前面是不是有一个什么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 其他综合损益 所以它是一个损益表 只是我们边的损益表 已经不是它之前所看到的损益表而已 前面我们之前看到的损益表 没变 只是后面会加 会加一些其他综合损益的项目 好 然后所以我们这个损益表 名称就改成叫做综合损益表 而不是单纯的损益表而已了 好 那当然它后面告诉你说 这个金额会放在资产负债表的哪里呢 它会放在资产负债表的equity的底下 在我的保留英语底下会有一个什么 累积其他综合损益 在我们的612页 好 前面先讲到comprehensive income statement 然后后面告诉你的statement of financial position 就是我们说的资产负债表 然后它只是一个部分的 这个表上面只是写equity的部分 那告诉你呢 我的其他综合损益放在权益的底下 好 保留英语的底下 就是我的什么 那这些累积出来的 损益表放的是当期变动的金额 但是我的权益科目底下放的是累积来的 从起初再加减当年度的变动 得到期末的金额 是放在equity的底下 好 它只是告诉你这件事情而已 好 这是我们的财务报表上面的表达 好 那接下来呢 所以后面呢 它告诉你2017年 好 它是这样表达 到了2018年 它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好 2018年呢 本来它有一个未实现的损失 比如说 看一下呢 2018年在我们612页 好 那我原来的成本是293537 可能跟前面一样 我公司都这个交易呢 持有一年我都没有去异动它 那我的市价呢是2915174 所以成本跟市价来比较 它有没有损失发生 成本293,000多 现在是295,000多 公允价值 所以你有没有损失 没有 没有损失 我要把前面所承认的未实现损失冲回来 因为它没有损失了 好 而且我还可以 因为我要反映是公允价值 所以我还要反映出我的公允价值 会有多了什么 多了 多了1637 所以呢我们整个来看一下 我呢要承认的 我要调整的金额是多少呢 看一下 本来 对不起 两个比较起来 我是100 账面金额比较低 我要把前面的损失9537要冲回来 另外呢 我还要承认什么1637的利益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613页 就跟我们的trading很像 所以这两个 其实它的会计处理几乎是一样 只是它放的报表的位置不同 它的差异性就在 它对于报表放置的位置不同 那这个对于报表放置的位置不同 会影响的是什么 一个要列入本期损益的计算 就每股盈余计算会影响 另外一个不会 所以long trading 它就不会影响每股盈余的计算 好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呢 613页 那我要调整的 不是把前面的9537冲回来而已 我还要另外还要承认 1637的未实现力 所以整个 我要承认的未实现利益是11174 好 也就是把前面的损失冲销 然后另外再加上我的利益 未实现的利益 所以我要承认的是11174 好 所以我是借我的 这个fair value adjustment 然后代记未实现利益 好 11174 11174就把前面的 原来承认的9537冲掉了 所以我要产生的利益有1637 所以你可以看它这边又会把报表写出来给你看一下 请你看呢 它的comprehensive income statement 2018年的综合损益 好可以看一下其他综合损益底下是承认的是11174 但是它的这个资产负债表的equity的几下 累积下来就1637是代方 前面的9537是借方 所以是减下 那这个1637在代方 所以你可以看呢 它的累积 好 请你看一下呢 这个statement of financial position 好 看一下呢 它的这个accumulated other comparative income 1637 有没有看到 所以它两个的金额 你说跟损益表不一样 因为损益表是当期异动的金额 但是我的综合 我的资产负债表放的累积其他综合损益 所以把期初再加上当年度的异动 期初是产生借方的6537 当年度产生代方的11174 所以一借一代相减之后 我产生代方余额1637 所以我的这个资产负债表上面的金额 就放的是1637 因为它是个cumulated 就是累积的 好 其他综合损益 这是163页给你的例子 给你的那个例子 好 那后面呢 就告诉你说呢 我们对于这个报表的 这个 再放我们这些科目 这刚看到的是科目 好 那我们放在资产负债表 尤其是投资 trading non-trading 我上次应该讲说 non-trading其实就 如果大家看 那个 我台湾的会计公报 或者是美国的会计公报 它就叫什么 available for sale 就是备公出售 这备公出售 就跟我们课本上面写 国际会计准则讲的 non-trading是一样的 它只是用不同的名称而已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在我们的这个投资里面 我们分出短期投资跟长期投资 因为我们刚刚也提过 其实在我们的报表上面 绝大部分放的是我的item 就是放的是项目 那我的项目是怎么来的 是把那个会计科目整合起来的 相同性质的会计科目整合起来 所以如果我有trading的debt investment trading的share investment 我编在资产负债表的时候 我可以把它整合起来 叫做short-term investment 短期投资 因为我把每个东西都放进来 可能会让我的报表非常冗长 好 那你就会见数不见零 所以我会把某些科目 其实性质相同的 那我就把它整合起来 所以我会叫做short-term investment 好 那但是short-term investment 它不是一个会计科目 我要告诉你说 它不是一个会计科目 就像我们说current assets 流动资产 它不是一个会计科目 它只是我的分类而已 好 所以短期投资也是一样 所以它的短期投资呢 我们要叫marketable security 就是有价 有市场价值的证券 其实就叫有价证券 marketable 有市价的这个证券 好 那这是第一个 它说什么 我什么情况之下 可以放在short-term investment 好 它有两个条件 第一个呢 它是什么 有一个稳定的 或者它会有一个什么 稳定的市价 它一定会有市价的 好 没有市价 我不能把它当作是流动 然后再来呢 我是企图会是什么 会把它转换的 也就是说 我会把它卖掉的 intent to convert 就会把它转换成什么 现金 也就是我打算会把它卖掉的 好 所以它就叫做short-term investment 去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 readily readily marketable 然后什么叫做这个 intent to convert 这个告诉你是怎么去 什么意思 好 所以我们在我们的报表上面 好 我们有current assets 就有个什么 short-term investment 是属于流动资产的 那如果长期的呢 比如说说我的non-trading 它有可能持有的时间 超过一年以上 non-trading 有可能出现在current assets 有可能出现在long-term investment 就是non-current assets里面 你如果打算持有的时间 超过一年以上 我就会放在non-current assets 非流动资产 好 所以这个地方只是告诉你说 你根据它的 你持有的时间的长短来决定 好 那后面呢 告诉你说 在这个实现或未实现损益的 一个报导的位置 那就是你稍微看一下 我们刚前面已经有讲过了 好 这个大概就把整个 在报表上面的反应呢 把它解释清楚而已 再做一个例子做解释 好 那最后面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Appendex A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前面其实之前有谈过 我们的投资分成四类 拿股票好 有trading 有non-trading或available for sale 好 然后另外一种呢 叫做stock investment 就是我有影响力 但是没有控制力 好 那其实我们的会计处理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 我的 对这个公司有影响力 我们通常会用的科目是 investment in某某公司 investment in a company 通常我们会 界定用这样的科目的时候 我们的会计 我们对这家公司 理论上是有控制力的时候 我会用这样的科目 但是如果你说 我就说这个stock investment 可不可以 也可以 但是你的会计处理 会用equity 所以我们说 我们在股权投资的时候 他会计处理 大致可以分成两类 一个是什么 fair value method 叫做公允价值法 意思是期末 我要根据公允价值来做调整 好 那另外一种呢 叫equity method 叫权益法 所以我有影响力 有控制力 我的会计处理 都是叫做权益法 其实当你有控制力的时候 你还要编合并报表 好 我们先举一个例子 我就下课 让大家去买早餐好了 稍微 稍微控 那个 这个撑一下下 好 我要讲这个例子 是让大家看一下说 为什么我要编合并报表 之前要先做 冲销调整分路 好 好我们来看一下呢 假设 现在呢 母公司 跟子公司 好 假设母公司呢 生产的东西 就只卖给子公司 parent subsidiary parent company 就母公司 subsidiary 就是它的子公司 好 然后呢 我假设母公司 生产出来的东西 就只有卖给什么 就是卖给子公司而已 好 母公司负责生产 母公司 母公司负责生产 子公司负责销售 好 那母公司生产 卖给子公司 假设 我成本7万块的东西 我的成本7万块东西 卖出去 卖10万块 好 所以我的毛利是3万块 今天呢 母公子公司 假设 子公司买进来 这个东西的成本 全部卖掉 好 假设它全部卖掉 卖掉的是15万 好 全部都卖掉了 所以它产生的利润 是5万块 如果我编合并的时候 就只是把两家公司的 相同科目的金额相加 或consolidate 好 两家公司的科目金额相加 25万 销获成本17万 所以我的毛利8万 好 如果我只是很单纯的 把两家公司的金额相加 然后来当作 我合并报表的收入跟成本 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 事实上 既然是母子公司 也就是说 这两家公司 没有母公司卖给子公司的问题 因为事实上 只有这个既然是一个团 一个个体 所以我把他想成说 母公司把他的东西搬到子公司的公司里面 就把他想成一个人把他的钱 口袋 左边的口袋的钱放到右边去 对这个人的口袋里面 对这个人来讲 他有钱有增加 有减少吗 没有 口袋的钱 从左边放到右边 还是在那个人的口袋里面 所以 这样的概念的情况之下 母公司卖给子公司 你就把他想成是 母公司把他的东西 从他的仓库 A搬到 B仓库而已 没有真正卖 所以母公司的销售 不能承认销售 所以只有什么 这个商品 把他从公司整个仓库 这个集团里面的仓库 搬出去了 才真正卖 他真正的卖只有什么 只有15万 他真正卖出去 只有这个金额 那我卖这个金额 真的的成本是多少 母公司生产的成本就7万块 所以扣掉7万 所以我的毛利8万 那你说 有没有做合并 好像没什么影响啊 因为毛利还是8万啊 可是 如果我们来看一下说 好 这家公司的市占率 他市占率可能会根据什么 他的营收比重来看 如果这个公 这个世界 这个全球的 这个商品的销售 只有什么 只有100万 他就说 这家公司 他市占率的25% 占了1% 4分之1哦 比重很高 可是如果你真的从 合并的角度 合并报表编制出来之后 你才发现 他只占了1.5 就15%而已 不是25%那么多 好 所以这个概念就是 你会让人家 误以为你的营收有这么多 好 所以这个是 当他买进来全部卖掉 如果他没有全部卖掉 那就会有另外一个所谓的未实现的问题了 好 所以这个例子先告诉你说 为什么我们要编合并报表之前 要先做一个冲销调整分路 因为我反映出真正这个集团 对外的营业状况 好 所以我要做这个冲销调整分路 来反映出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情境 好 所以这才是我要 编表的时候出现的结果 好 这才是我要的结果 这个就有什么 就虚假的 虚真的问题存在 好 谢谢大家